雷艾新衣工團隊將帶著日商卡洛池 公司捐贈了100雙的鞋子 帶到新竹捕蜂香的身心育幼院 這一次日商卡洛池公司 特別捐贈給雷艾新衣工團隊的 鱷魚風的休閒鞋 主要呢 希望他們能夠有一個愉快的聖誕節 希望這雙鞋子在他們心目中 可以留下二十最美好的回憶 我們這邊還準備了文具 禮品還有保溫瓶 要送給山上的所有的朋友 看了很多東西耶 你幫我把那一整袋的圍巾拿起來 好多 哈哈 今天來到聖心育幼院 呦呼 我們等等要去發東西 呦呼 今天來到這邊看到這麼多的小朋友 讓我感觸良多 今天來這邊呢 發給他們的是 由日商卡洛池有限公司提供的 鱷魚風的鞋子 然後呢 來這邊當他們的聖誕禮物 在這邊呢 看到小朋友的表演 然後看到他們拿到禮物 喜悅的神情 然後感激在心裡面 小朋友們可能會因為一個鉛筆盒 或是一個藏火 然後就可以笑得那麼開心 一般大家都認為 育幼院的孩子需要幫忙 其實在原住民的部落裡面 他們會留在原鄉 留在山上 通常都是經濟相對弱勢的 那今天我們來到聖誕幼兒園 會發現小朋友的純真 可愛跟容易滿足的心 他們很好單純 然後你看到幼稚園大班的孩子 他告訴我他7歲 不是如果相對我們平體的孩子 看起來應該只有5歲吧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山上可能或是有比較缺乏 所以營養比較不良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 像故事的小孩一樣長得比較高 我們還可以號召更多的朋友 加入我們的行列 做愛心不用收取 也不用大筆捐款 如果你願意用行動 跟著我們一起 你會發現其實 付出很簡單 快樂很簡單 讓小朋友就是很開心的笑容 然後我們就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 我們的力量很小 所以希望可以結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 然後幫助這個地方的小朋友 看到原住民的小朋友 他們真的是天真無邪的可愛 所以希望有機會 你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愛心醫工團隊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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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甚麼 你讓我留在任何人